排名第一的经典桥段是什么呢 陈老师好 当然来自尊敬的陈道明老师 这位殿堂级的表演艺术家 用最简单朴实的话语 将表演的内核演员的真谛 深深印在了每位同学和老师的心中 表演永远是带 这就叫带 当聚光灯在他身上的时候 你们不要在那乱动 这不是有戏 这是脚戏 就像什么呢 人在那演的 你在这 天啊 除非是导演让他特别功能 你们不要动 OK 再来 不是 是接着往下演吗 是接着往下演啊 谁让你们听呢 没喊停 你演员有权利听吗 我以为只看他呢这次 真的不是只看他 就得接着演 好的 OK 来 我们也达不到百分之百的 所谓的权势人 我们也会有很多病人痕迹 也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你们的专利 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这是所有演员 从年轻到老 始终会出现的问题 关键问题是自己是不是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 他的悲剧就是 很多演员觉得自己没问题 反正我知道我有很多问题 真的 就是你再前进一步 反省 你甚至会倒退 然后呢 要有这个力量 再起来 再前进 前进完了以后 再反省 这就是一个职业要求 我们都演过很多烂戏 真的不好看的戏 表演不正确的戏 人物解读不正确的戏 我们会伴随着烂戏成长 所以一生有经验 也有教训 正常 你们不要觉得 哎呀这么说会 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很虚 没事 没事 你们正常的生长过程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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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